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正式登场 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徐彦璞 周一在会上发表演说 他呼吁美国协助台湾加速发展关键性武力 包括授权台湾或与台湾共同生产军备 以及让台湾加速取得关键科技等 第23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在美国费城登场 台湾由国防部副部长徐彦璞代表出席 徐彦璞23号发表演说 呼吁美国协助台湾加速发展关键性武力 包括比照日本和澳洲的模式 授权台湾或与台湾共同生产军备 以及检讨相关法令和审查流程 让台湾加速取得关键科技与料件等等 徐彦璞强调台美深化国防产业的合作 将会对中共释出误对台湾亲戚战断的讯息 而这次台湾朝野三党同样派代表与会 国民党由立委徐晓星等人出席 民众党则是立委黄珊珊等人代表参加 民进党也派出台北市议员赵一祥等人 美国国防部印太首席副助理部长罗耶尔 也出席这次会议 最后一天24号的议程中 美国国务院也会派官员进行演说 而这次出席的美方企业则有 洛马 诺格 贝宜等军工大厂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李毅宏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